在盖上棺木之前 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就是要准备陪葬品 我也知道你很爱它 但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放进棺木里的 尤其是选择火葬的朋友 它对地球来说也是一种危害 严重的话会导致爆炸甚至是伤亡 欢迎来到生命经理师频道 我是总监Alice Koo 还没订阅我的频道吗 那赶快按下订阅键 并且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 我们第一手最新的消息哦 人往生后在不同的时段 有不同的仪式要进行 入念就是其中一种 在盖上棺木之前 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就是要准备陪葬品 这个时候家属会说 我的亲人有好多东西 我都想全部放进棺木里陪伴他 可以吗 我也知道你很爱他 但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放进棺木里的 那么究竟哪一个可以当陪葬品 哪一个东西又不可以呢 普遍上看到入念的用品 有以下的几个 如果你有看过道教入念仪式 相信啊你对金银纸 瓦身纸还有库钱都不陌生 那这些呢都是在为适者准备的 明币 让适者在路上可以用上 子与布类其实还有一个用途 那就是吸湿水 对你没听错 人死后啊肌肉会松懈 那尸体呢会开始分解 如果有一些丝水流出来 这个时候啊紫和布类就发挥起它的作用了 二适者生前从身上脱下来的东西呢 也可以放进棺木里 把他们生前脱下来的东西放进棺木啊 就能保证适者的完整的遗体之说 例如适者老年时脱落的牙齿 或者是生前所穿过的假牙等 你知道吗 过去太监因为近身而割下来的生殖器 也会放进棺材里面 他们说这样的话呢 来生啊就能有一个完整的身体 三 适者生前喜欢的日常用品 准备随身衣物 就是能让适者有医护替换的意识 适者生前的衣服啊 裤子啊 腰带啊 帽子啊 内衣 裤 鞋子 包包等等 都可以放进棺木里入念 虽然啊棺木里的位置有限 但大马人的衣服啊 普遍上都会比较薄 所以呢 我们建议啊 准备在15套以上 当然最终的建树呢 还是按当时的情况而定 日常用品呢 也包括适者常用的物品 我就看过一个顾客把奶奶啊 常用的这个抓养棒呢 也一起放入棺木里 说这个棒呢 陪伴奶奶呢 超过10年之久 担心呢 以后再也没有人帮奶奶抓养了 所以呢 连抓养棒也一起放进棺木里 陪伴奶奶 还有一个呢 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案件呢 就是顾客要把妈妈几十千的名牌包包放进棺木里 然后火花 而且重点是不是一个名牌包包哦 是好几十个名牌包 那时候的我和其他家属呢 其实有点揪心 那些总价值超过百千的名牌包包 眼看就要被虎化了 但是还好 经过沟通后呢 最终家属呢 选择把包包收藏起来做纪念 我们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家属对逝者的不舍 大家都想在棺木里放一些逝者生前喜欢的东西 这一点我们是可以了解的 但是要注意哦 有些东西呢 是不可以放进去棺木里的 那么不能当陪葬品的物品又有哪些呢 1.塑料制品 我们都知道塑料做的物品呢 经过燃烧会排放出对人类危害的气体 所以选择火化的朋友 对这个这个要注意了 除了危害的气体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塑料经过火化溶解后呢 会黏在尸骨造成不美观 甚至是发黑的这个迹象 那你一定会说 火化不能放塑料品 那么土葬总可以了吧 咦 其实也不可以哦 塑料品呢 是一种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分解的物品 它对地球来说也是一种危害啊 话说呢 我曾经有一个顾客在石巾的这个过程啊 见证了一双50年历史的塑料鞋子 顾客要把入土50年的奶奶的老魂石巾搬迁到骨灰塔方便后人拜祭 当铅粉丝挖到尸骨的时候啊 马上问了我一句 Alice你知道世界上最耐的鞋是什么鞋吗 我马上摇摇头说 师傅我不知道耶 师傅啊 居然把老奶奶50年前穿着下账的塑料鞋拿给我看 并指着说 世界上最耐的鞋子就是这双了 这双鞋子呢 是黑色的包鞋 就是以前马来西亚人啊 割橡胶石穿的那种黑黑的包鞋 完整无瑕道啊 整个shape和牌子呢 都还能看见 当然啦 尸骨呢 已经剩下很少了 唯独这双塑料鞋呢 还保存的很好 所以避免塑料用品呢 入念是有它的原因的 二 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呢 例如电话啊 手表等 有关联到电子的东西呢 都不可以做陪葬品 尤其是选择火葬的朋友 电子产品呢 在高温的这个燃烧下呢 会引起火炉故障 严重的话呢 会导致爆炸 甚至是伤亡 三 经营饰品 我们看到啊 新闻报导啊 黄铃啊 或大观贵人的这个墓啊 会被盗 原因是啊 以前陪葬品呢 代表着家族地位 陪葬品越多 代表家族地位就越高 也因为这样呢 经常出现盗坟的迹象 弄得适者不得安宁 家属啊 也不能安心 建议选择土葬的家属呢 避免用金饰品做陪葬品 这可能会引来不法之徒来盗坟的哦 毕竟啊 安葬仙人的地方呢 是墓园不是保险箱 但是话说啊 现在金价实在是涨得有点高 现金不太会有人愿意 把金饰品作为陪葬品了吧 选择火化的朋友呢 更不要把金银饰品呢 拿去火化 在高温燃烧下呢 金银啊溶解了 一样会弄到湿补出现黑灰色 那就不好看了 4.药物 刚才我们有提到 适者的这个日常用品呢 可以入念 那药物会不会是 他们最贴心的日用品呢 药物呢 就不要当陪葬品了 亲人在往生后呢 就没有病痛之说 所以啊 他再也不需要药物了 现在赔偿品的这个禁忌呢 比起以前呢 确实是少了 以前还有一个说法是 毛制物品啊 或者是毛皮制品啊 包括毛公仔 皮鞋 皮带等 都一律不可以入念 原因在于 农村生性 着毛变畜 错胎转身的说法 现今文明社会啊 皮鞋 皮带都已经成为 大家日常必备的 穿着打扮搭配的用品了 大家也不会太在意这种说法 无论你要放什么 入官陪伴至亲 最重要的是啊 可以用理性的这个态度来看待 有些物品啊 可以留下来当纪念品和回忆的 再次强调 有关陪葬品的部分 在各地的区域呢 也会有不同的做法 如果在过程当中呢 有任何的疑问 我们建议还是 咨询信任以及配合的 生命经理师或理医师 会更加的准确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希望可以通过这部影片呢 帮助朋友们更进一步的了解 陪葬品该注意的事项 你有听过哪些有趣的陪葬品 或者是我没有提到的禁忌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一起分享讨论哦 我是总监Alice Koo 生命经理师 我们下次见